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式开始吧 欢迎大家来到阿巴奇Palser中文专场 阿巴奇Palser是一款云原生分布式的消息流平台 它应用于各行各业 今天下午我们分享了Palser在腾讯机费上面的应用 在中国移动的应用 在Apple AI方面的应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阿巴奇Palser在金融方面的应用 之前填层金融应用Palser 在日均商议的交易中都能抵御金融诈骗 在刚刚我们的Apple中国方面也介绍了 Palser是什么去帮助他们抵御风险诈骗的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一支副首席数据科学家谢卫胜 以及Palser PMC成员 Stream Native的联合创始人和CTO在家 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如何结合Spark和Palser 来进行统一的数据处理 下面舞台交给两位 OK 好 谢谢Jennifer 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参加ApatiCon 今天我和Zaika一起分享的topic是基于ApatiSpark和ApatiPalser 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处理架构 我们认为这个工作不仅限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 具有一定的补视性 所以也期待这次分享能够给大家一定的启发 还有收获 我是Vincent Xie 目前在一支付负责数据相关的工作 此前在Intel主要是从事开源相关的工作 Zaika目前是Stream Native的联合创始人 同时他也是ApatiPalser和ApatiFootkeeper的PMC member OK 今天我们的分享 这是今天分享的agenda 首先会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工作的背景 我们相关的业务场景以及我们吞到过的问题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用ApatiPalser 接着Zaika会给我们一个deep dive的介绍 关于ApatiPalser 以及ApatiPalser在这一类工作中的优势 以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 OK 从另一个维度上来看 从移动支付的交易额上看 在过去几年也是高速的增长 到19年我们国内的移动支付的交易额 已经达到了45万亿 这些原因呢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 在中国移动支付在越来越多的领域 有越来越高的渗透率 从电子商务交通出行到零售以及到金融服务等等 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使用移动支付 来代替现金以及信用卡等传统的支付手段 我们目前首带的公司是一家 国内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 以支付为路口 为用户提供金融和民生相关的服务 目前整个公司具有5亿的用户 千万用户的活跃 那在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 对于我们后台 特别是数据平台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内容呢 就是其中最初出的挑战 来自于高频发低延迟的 大规模数据计算需求的场景 OK 对于互联网金融 事实上我们的重点业务场景 主要包括营销 风控 还有在线推荐 那首先对于在线推荐的这个场景 从简化的流程来看推荐系统 其实就是在物料铺上先做召回 再经过出牌还有金牌最后输出 那这里面我们就忽略了 就是模型训练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在线上做ranking的阶段 我们的模型会依赖于大量的特征 那这些特征有些是来源于 存量的历史数据统计得到 那有些是需要依赖于用户的 实时数据 比如说用户在我们的APP上实施的操作行为 这些数据计算得到的 因此呢 背后就需要有一套离线和实时 特征提取的计算框架来支撑线上的这个推荐系统 我们另一个场景呢 是营销 那确切说呢 是数字化营销 在现在数字化时代里面 我们营销越来越趋于实时化 用于更方便我们公司的业务去贴近用户 那在营销系统里面 我们看到了最核心的一块 其实它的核心是决策引擎 那内部决策引擎的内部是一系列的规则 基于这些规则的逻辑运算 那每条规则呢 其实是一到一不同的指标 一些指标呢 是用户的存量数据中提取出来的 一些指标是从用户的实时行为 实时的产生数据上提取出来的 因此呢 在营销系统中和我们刚刚介绍的推荐系统中 在这些方面有些类似 事实上我们还有另一个产品 就是刚刚提到的风控场景 对于推荐系统 实时营销系统或者数字 或者说数字化营销系统 以及风控系统 后台核心的处理 数据处理逻辑 它们是一样的 OK 那对于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些业务场景下 我们后台的数据平台 存在几个比较大的挑战 首先随着业务的高速发展 我们面临的直接是高并发的请求 特别是在大处活动期间 峰值的交易能达到几千万 那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右场景 每次请求的响应时间要压缩在200毫秒以内 而应对这些请求背后 我们需要保障大量的批处理和实时处理的作业 稳定去运行 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这是在营销系统中存在的一个指标 这指标呢是用户过去180天的交易比数 那我们竟然会根据这样的一个特征 作为我们规则的一部分 最简单的我们来判断这个用户 是不是需要给是不是新的用户 那我可能会针对新的用户进行 这个不同的营销策略 OK像这样的指标包含当前交易的话 我们一般处理是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呢我们先会统计这个用户在过去180天的交易比数的一个 sum 一个聚合 然后呢会去计算 这个用户当天到目前为止 他的一个交易比数的一个聚合 然后再把两个结果combine在一起聚合输出 针对这样的场景 其实在刚刚我们介绍的 不管是风控还是推运系统 都是比较典型的 那应对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背后最常用的 也是业内常用的一个架构呢 就是蓝打架构 蓝打架构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Batch Layer 那这一层呢 主要是用于做存量的数据的计算 那一般我们会将数据放在 以Hive为主流的数据仓库当中 然后以Spark为主流的这个P处理的计算引擎 去做数据的加工和清洗 然后我们将最后续合出好的这个特征 放到H-base当中 那第二个Layer Speed Layer 或者叫Dreaming Layer 它更多的是应对于用户实时产生数据的 这个处理链路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实施的数据一般过去常用的 会将数据存在像Kafka这一类的消息中心件当中 然后用Fring这一类流失地上引擎 去消费Kafka里面的实施数据 将数据清洗统计加工以后 放到一个高速的内存 这个像Redis提供服务 那第三个Layer呢 Serving Layer主要是将我们刚刚说的 存量的历史数据统计出来的特征 和实施数据统计出来的特征 两者做聚合 输出提供有方调用 那这样Lambda架构其实在业内 有广泛的应用在过去 那它其实很稳定 而且是在于它的速度 以及可靠性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权衡 但是在我们应用当中仍然发现 它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呢 它的像我们刚刚介绍 它的整个软件系统架构当中 分了三个层次 那这个三个层次呢 在在整个每个层次 每个Layer的这个Layer里面 又对应的一系列组件的这个组合 所以这样的系统架构 给公司在平时的运维 以及开发上带来一定的成本 那我们需要维护三套 这个Pipeline 然后呢 需要维护多个组件 然后应对这样的组件维护 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团队去maintain 然后我们可能甚至不同的 每个团队还有需要具有不同的skill set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180天的消费比数 这样的一个指标 这样一个Logic 我们需要去做分片 也就是我们首先要统计一下 在过去存量历史当中的指标 然后在实施的数据电路当中 再统计一个指标 所以我一个Logic 是分了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做处理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数据的冗余 一般来讲 我们在消息组件当中 存放的数据 经过清洗加工了以后 都会落入到我们的数仓当中 就是我们的存量的数据存储当中 所以呢 在这一部分 我们是存在一定的数据冗余的 除此之外呢 当然我们也是在应用当中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与生俱来的 卡普卡的设计 带来的一些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就发现可能在 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 卡普卡经常会因为 我们有扩动需求 那在扩动的时候 我们在去做rebalance的时候 很容易导致我们下游的消费 找不到leader 因此会影响我们服务的 这个可靠性 OK 应对这些问题呢 事实上我们做了蛮多的尝试 然后在早几年前 我们找到Apache Pursa 然后跟世界和宅家 我们有密切的交流 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我们想通过一个新型的处理架构 去handle这样的场景 然后能够以期望能够降低 整个系统的复杂度的同时 然后能够提升我们的 整个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 那最好呢 还能够降低我们的使用成本 所以 OK 接下来我们就 我把时间交给宅家 宅家作为Apache Pursa 和Bookkeeper的DMC Member 他能够 我相信能够更全面地 给我们介绍什么是Pursa 以及他在这方面存在的优势 并且介绍我们过去相关的工作 好 谢谢 宅家 谢谢Vincent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Smith的宅家 然后十分荣幸能够参加 Apache Con的分享 特别是 特别是专门有中文的分享 然后感谢Vincent刚刚的背景介绍 然后通过刚刚的介绍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Lambda的architecture 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 新的大数据的一些场景的需求 然后Pursa呢 它的架构上能够满足统一计算的存储需求 我们在Streamlative也十分荣幸能够和天真金融一起 能够把Pursa这个场景打磨得完善 打磨得更完善 然后更好用的推给大家 然后在后边的介绍里 我将主要跟大家介绍Pursa和Spark 在在工程上 然后怎么能够一起打造统一的处理平台 在介绍细节以前 我可能做一点简单的Pursa的一些简单介绍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Apache Passa 相信参加这个三星的小伙伴 大家都有一定的认识 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这句话 就是它是一个flexible的Pursa的消息系统 然后同时back的持久化的一个log的存储引擎 就是说 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说Pursa它和其他的 我们常见的Pursa系统 比如说Cavta RevMQ 它们是同一项线的 大家都有Pursa的接口 然后第二句话呢 就可以反映出 它跟其他系统的一个本质的不同 就是Pursa它不仅仅是一个Pursa的消息系统 它还有一个专门为消息 为牛而设计的存储引擎 就是它还有一个存储系统 这个存储系统 它为消息 为牛这种应用场景 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IO服务质量 这也是吸引更多企业级用户的一个 吸引很多企业级用户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结合刚刚这句话 我们用这个图 可能大家就更容易的 能够理解Pursa的它的一个架构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刚刚我们说Pursa它是分了两部分的 第一部分它是一个Popsa的接口 这一层的在这个图上就是它是Broker这一层 它主要对外做的是一个Popsa的服务 然后下边这一层就是它是一个 它我们介绍了它刚刚采用了分层的架构 在存储这一层 我是端独用的一个另外一个开源项目叫Bookkeeper Bookkeeper它可以提供持久化高预知性高春土的一个存储 然后特别贴合我们在消息在留这个场景下的应用 通过这种架构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方面在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从 从这分层的这方面来说它可以分的两层 它给用户带来的直接的带来的直接的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就在两层之间做一个 做一个独立的扩容和缩容 就如果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一家零售企业 可能在高峰在高峰时期可能你的订单特别多 那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加入更多的broker 让他来提供更多的对producer consumer的一个支持 这样的话你可能只要扩容只要扩充broker就可以 然后在某些在某些 比如说你现在又新加了更多的业务 这业务可能它需要更多的存储 有你有更多存储的需求情况下 你可以在单独扩充你底层的存储层的节点 PASA它这种分层的架构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在broker这层不存储融合数据 这样的话它的扩容会特别方便 对底层的存储层来说 它扩容它采用了一种corum的方式 就是我不是像大多数的分布式系统 它可能采用一个master soluble的概念 它直接采用的是一种corum的方式 就是我可以并发的写多份数据 这种方式给底层的存储层的各个节点 带来一个好处是说你的数据多份之间 是一个等加的关系 它不存在主从之分 这样的话它你可以简单的认为 在存储这层每个节点 它是一个等效的 我不会说因为丢失一个节点 我的服务就不可用 从存储层的这个特性来说 就是它也更方便 我们做存储层的一个节点的扩容 扩容和缩容 也是因为PASA的这个分层的架构 我们说PASA它更加适应 我们当今的云原生的一个需求 PASA在系统架构上的另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这页实在上展示的 它除了在分层这个 这个分层的架构以外 也提供了一个叫分片的一个 分片的这样一种概念 分片的这个概念 我们在其他系统里面可能见的不太多 比如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 一般的系统 比如说卡夫卡 大家可能会用 也是用一个PASA 作为一个逻辑单元 提供给用户的API 让用户更方便的来操作 你的每一个分区 但是分区呢 它是仅有合在 你每一个存储节点上 就是说你每一个分区 你如果只有一个 如果说你有一个副本 那可能你这个副本 就只能固定存储 在某一个broker上 只能被这个broker服务 如果这个broker让机 那你一个副本的话 可能就不能服务了 如果使用两个副本的话 你可能就固定在两个broker上 有一个broker 他坏掉以后 你可能要两个副本之间 等到他数据的同步 总的来说 就是说他的broker 你的一个broker 不单是一个计算的单元 也是一个数据存储的单元 而且他是限定说 你一个排队型 必须绑定在一个broker上 这是一种很严格的 就是很严格的限制 他带来的一个坏数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有些时候 你可能会带来数据的开洽 有些时候 你可能会带来数据的 会带来数据的rebalance 对passa来说 我们在底层 用了broker这个存储引擎 在存储这一层 我们做的一个方式是说 还是用partition 给大家作为一个逻辑单位 但是我们实际在存储的时候 它的物理存储 实际上不是在以partition 去绑定每一个存储节点 它是把每一个partition 又分成了多个分片 比如说用户 你可以指定说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过了一个小时 我就把现在这个分片 然后变成一个老的分片 再开一个新的分片 来存储新的数据 或者是说 它到达一定的大小 比如说用户规定 我期望的就一个分片 就是一个GB 或者两个GB 这样的话 它到达你设定的大小以后 也会产生一个新的分片 在分片产生的时候 我就可以根据 当时底层存储节点的一个状态 来选择我最合适的存储节点 就是比如说存储容量最大的 存储容量最多 存储容量剩余容量最多的节点 我们来把它作为 作为target的存储节点 这样的话你可以给用户带来一个直观的感受 就是说你每分配一个分片 这一个分片 它就会落在你存储资源最优 存储资源最多的这个存储节点上 就是它会利用这个来做一个存储节点之间的一个数据的均衡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可能点出某个地方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通过这种 通过通过这种通过这种方式来说 passa这种分层的架构 在结合分片的架构 它可以更 可以更完美的支持我们在牛 在统一存储方面的一个需求 我们后边 后边slice可以 可以跟大家更多的讲解 这种分层和分片的架构 跟牛跟P处理的一些优势 在讲解具体的架构之前 我们还是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概念上 来跟大家做一些 做一个做一个简单的引入 对passa来说 它跟其他消息系统一样 也是以一个topic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概念 topic它是所有数据的进数据的 存储的一个存储的一个管道 然后在topic以外 提供给用户的是一个producer consumer producer它就是不停的往这个管道 里面塞消息 consumer就可以不停的 从这个管道里面获取消息 同样的为了提高这个 一个topic的并发度 然后我们可以把每个topic 拆成多个分区 然后结合passa的结合passa 它刚刚我们提到那个segment 就是分片的这种概念 我在每一个partition上 就可以把按照时间 或者是按照大小 把这个partition又拆成多个分片 这个分片 刚刚我们也介绍 就是说你按照时间 你到达一定时间以后 就可以把前一个封片 给它封闭 给它封闭起来 然后新开一个分片 来接收最新的数据的写入 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在一个对一个分区来说 所有的分片 只有最新的这个分片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实质写入的状态 是一个alive的状态 然后对后边的分片 对后边的分片 它都是一个seal的状态 就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状态 如果我们从单独的 一个分区角度来看 它可以跟我们在计算领域 计算领域里边 大家比较常提到的 这个牛的概念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 就对一个分区 对一个分区这个角度来说 数据 你的producer会不停地 把数据源源不断地 塞入这个分区 然后它就 从牛的概念来说 它就是一个 你在牛的尾部 不停地追加数据 不停地写入的过程 随着你数据的写入 你的这个牛 会逐渐地增大 我们在更具体地 结合到passa这个架构来说 passa的它的每一个分区 是提供了一个牛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牛的概念以上 我们刚刚介绍passa 它有原生的pupsub的接口 可以提供 可以提供你实时的数据的响应 同时 它对底层的多个分片 它又是存在底层的存储层 底层的存储层呢 也有它本身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存储层的接口 通过这一层 我们对多个分片之间 我们可以有一个并发的读取 这就是我们上边 这页slice上上边提到的 这个segment reader 就是我可以对每一个分片 来进行一个读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 分片架构的一个优势 给利用起来 它可以是一个在底层分片 有一个并发的一个读 可以提高你读的并发度 同时这个分片 它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很自然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你老的分片 既然你已经是一个 opend only状态了 不会再有新的数据的写入了 那我可以很方便的 把它搬移到2G存储里面 有了这样一种 有了这样一种 往2G存储一个 往2G存储搬移的 这样一个功能 它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带来了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可以利用 2G存储这种廉价的资源 来真正的存储 我一个无限的流存储 这是真正的支撑 你流存储 支撑你流计算 可以为你提供 无限的存储容量 然后在这层 我们现在在PASA里面 已经支持 把已经支持S3 然后微软 然后Google 还有HDFS 这多种多样的 一个2G存储的格式 同时在 比如说在S3 在Blob这种存储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 我们的2G存储 搬成一个packet的模式 就是搬成一个列存的模式 就是保证你在做底层并发的 并发的segment reader 读取的时候 它有更高的并发度 可以更完美的 更完美的去匹配你的 Batch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对PASA的这两个接口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PASA 它因为它采用了分层分片的架构 它不单有在Broker层的PupSub的接口 也有在存储层的 segment reader的一个接口 这样的话 在PupSub这个接口上 我们可以直接读取Broker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可以带来更低的延迟 然后它有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Message的一些接口 比如说Consume Seek和Reserve 这样可以很灵活的 去调整你消费的位置 同时在这一层 它也有支持多种订阅的模式 就是说你可以对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订阅模式 来决定来不同的消费一个分区 我们这边以前常见的是 Failover和Exclusive 这是卡普卡常见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弊端是说 你一个分区 只能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active consumer来消费它 就是说它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如果你用Pasad Share的模式来划 就是说我可以一个分区 后边也可以有多个consumer 来并发的消费这个分区 这样的话 如果你对顺序不太敏感 这样的话 你的并发度就可以变得更高 你的消费就可以变得更快 数据数据就可以变得更及时 在这个以上 因为Share的模式 它可能不能保证 我一个分区的数据的顺序性 这样的话 我们又提供了一个K-Share的模式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一个分区后边 挂多个consumer 同时又保证我对同一个key的消息 再发到一个固定的consumer上 这样的话 你对同一个key的顺序 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真正的提高并发度的同时 也能够保证你消息处理的顺序 这样的话 对你的实施处理会 实施处理的时效 就可以变得更短 而且你可以按照你的key 来划分你不同的人体 就是你不同的区域 你区域划分的越多 你的并发度就会越高 就它不再局限于你是一个分区的一个 分区的一个并发度 就它可以提高你在 提高你在实施这个场景下边的 让它变得更实实 然后在segment reader 就是说我们说在底层的绕过 如果我们可以绕过broker这层 直接访问底层的存储层这种场景下 segment reader它提供的是一种 它提供的是一种直接读取数据的方式 然后它提供了更高的并发度 因为刚刚我们介绍你老的数据 它可能如果是落在多个分片上 那我们可以把多个分片的并发度都利用起来 可以并发的读取多个分片上的数据 同时在这一层 它也我们也做了一个push down的操作 就是把publish time 然后作为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查找分片的一个 查找分片的一个索引 可以更方便的来定位到你想要的数据 然后在这层刚刚我们也介绍 我们也做了很多在做了很多outro的操作 就方便用户去 方便用户去做更多byte的操作 比如说刚刚我们介绍了列存这种方式 介绍完接口 我们从我们可以再从计算的视图来看 对一个来看pasa它提供的一个抽象 就对一个牛来说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种读取模式 就是说它的界限主要是说 你是不是给它一个截止 给它一个截止的位置 就如果是说你给一个截止的位置 它本来就有起始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有限的牛 对有限的牛来说我们就可以 我们更多的是那种读取历史数据的这种 这种query的场景 就你给一个circle 你可能指定一个开始的时间 指定一个开始和中止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把开始和中止时间 在这个范围以内的多个分片 都可以来一个并发的读取 然后对另一种场景的话 就是说我是一种实时的query 就是我没有具体的截止的时间 但是我对这个牛的访问 更多的是说我会不停的去读取最新的数据 对最新的数据来做一个实时的查找 这样的话pasa的pupsup的接口 它可以给用户带来的好处 就是说你的数据 它可以更灵活 更及时的反应 更及时的得到响应 得到处理 特别是结合我们刚刚说 pasa它在消费模式 比如说KCR这种消费模式的场景下 它可以让你的并发的力度变得更高 让你的处理变得更及时 然后基于这样一个统一的试图 我们可以看到pasa它在有限流的场景下 可以就是独立史数据的这种场景下 它可以给用户带来更高的并发 然后对无限的流 对无限的流 这种实时查找最新数据的这种场景下 我们可以给用户带来更低的延迟 然后通过这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架构 有了这种抽象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最新的这种架构 在这种架构里边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是说它的component变少了 就是对数据对数据来说 我们都只经过了都只经过了pasa 不管是你的 不管是你实时的数据 还是说你P的数据 大家都都只经过pasa来做存储 同样的在计算层 所有的计算都通过spark 来做了处理 这样的话在 不管是在数据的 在数据的存储层 还是在数据的计算层 我们都是用了 都只有都只有一套API 这样的话可以更方便的 更方便的来满足你上层的 更方便的简化你的架构 同时满足你上层 对这个架构的使用者 比如说各种数据科学家 他来编写相关的应用引擎 然后通过这种架构的话 我们比如说你在spark之上 你要做实施的处理 那你可以用spark的struck的sdreaming 然后如果你需要 还是需要做那种circle的处理 做处理很多历史的数据查找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spark的circle 他们是统一的计算层的API 然后在pasa这层 我们提供了统一的 存储层的这个抽象 要实现这样一种 要实现pasaspark 这样一个统一的架构 我们需要在pasa这边 做什么事情呢 这是这下边 这个slice里边有我们 有我们的一个开源项目 就在我们公司的github下边 一个pasaspark的项目 这个项目里边 首先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是说 要把pasa的schema 和spark的schema 做一个很好的融合 让pasa的数据 能够被spark来理解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用spark的接口 来处理pasa里边的 topic里边的数据 然后基于schema之上 然后pasa的数据 可以被用作一个spark的 可以被用作一个spark的stream了 然后这样的话 才会方便后边的处理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然后我们也是刚刚介绍了 我们对实时的数据处理 我们可以用pasa的 可以用spark的structure streaming 来直接读取pasa里边的数据 然后对p的处理 我们可以用spark circle 来直接读取pasa里边的数据 这里边就涉及到pasa的connector 有了这样一个项目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 有一个简单的展示 就是我们怎么来利用pasa spark这个项目 来做一个简单的 stream的一个query 对这个stream的query 如果熟悉spark的 如果熟悉spark streaming的 小伙伴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指定的 那个readstream的format是不一样的 我们直接指定他指定是pasa 然后给他指定说我们pasa pasa的服务 pasa broker的一个地址 然后pasa的一个 pasa的一个admin的一个地址 还有pasa里边 我们要读取的topic 是topic的名字 这样的话就可以构建 这样一个datastream 然后有了这个stream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就可以根据 针对这个stream来做我们的 做我们的一个 做我们的一个查找 下边这个除了上边这个例子 下边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 我们上边这个例子 我们是指定的两个 我们想要读的 想要读取的两个topic 下边这个例子是利用了 pasa的一个pasa的一个 那个pattern的 pattern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可以读取指定pattern的 一个指定pattern的一个 指定pattern下边 匹配的所有topic里边的数据 这是实时的处理 然后对p的处理 我们刚刚介绍对p 对p和牛 它的唯一的区别 就是说我对 我对牛 它可能是没有一个中止的界限 然后对p 它可能有一个中止的界限 所以说在这里面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指定了 一个startoffset和andoffset 这样的话 你要读取 你要quare的数据 就是在这两个offset之间的 一个数据 同样构建了这个datastream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可以对这个frame 做一个spark的circle 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个例子 是从spark里边去做数据的查找 去读pattern的数据 同样pattern在spark的connector里边 也提供了数据的写入的过程 就是我们可以把数据 可以把刚刚我们查找的数据的结果 然后再写到我们想要的topic里边去 第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个option是topic的名字 就是说你我想要把计算的结果 都写到这个指定的topic1里边 然后第二个例子里边 我们是说 它没有指定具体的topic 它没有指定具体的topic 这个topic是在哪了 这个topic是存在你的数据的本身 你要写的数据的本身 它会带一个指定的topic属性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会用topic的属性 来把我计算的结果 按照结果的不同 写到不同的topic里边去 然后总结来说 我们在poc里边做的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一方面是说 一方面是刚刚我们介绍的 整个跟spark的一个交互 然后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说 我们以前还有老的系统 我们需要把老的数据 老的系统里边的数据导过来 对老的系统里边 它可能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时的数据 第二部分是老的历史的数据 对实时的数据 它主要存在卡夫卡里边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passa.io卡夫卡 这个跟在passa项目里边 那个passa卡夫卡的connector 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我们在这个里边 可以支持更 可以更好的支持卡夫卡的 schema 然后提供更丰富的schema的支持 然后通过这个connector 我们可以就可以把卡夫卡里边的数据 然后按照schema导入到passa里边 然后对历史的数据来说 因为在spark本身 它就带有 它就本身对害物有一个很好的支持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spark本身的一个接口 然后来查询害物推爆里边数据 然后再把查询的结果 再用骸物的zor的方式 然后再插入到passa的 再用再结合passa的schema 再插入到passa的passa 插入到passa里边去 通过这种通过这两个connector 我们就把数据 把数据从老的系统里边 导入到新的系统里边去了 然后数据都进入passa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刚刚我们介绍的passa schema passa spark这样一个项目 来做数据的处理 你做实施的处理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spark的structure 来做数据的处理 然后对历史数据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用spark circle 同样的来查询passa里边的数据 总结来说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为刚刚我们对比我们两种架构 就是第二种架构 跟第一种架构带来的 带来了这四个方面的一个优势 第一方面就是说它的复杂度降低了 就是我们涉及到的 涉及到的模块 涉及到的集群 从以前的四个变成了现在的 从以前的六个变成了现在的四个 它极大的减化了用 减化了运维的工作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在存储方面 就是刚刚减少减少了你在data warehouse里边 减少了data warehouse 和在卡夫卡里边两套数据的存储 你只用一套数据 你只用一套系统 只用存储一份数据 就可以响应你的P和流两种数据 两种数据下的 两种数据下的不同的数据请求 就节省了数据的存储空间 另一方面主要 另一方面主要的主要的主要 带来的一个优势 还是说对数据科学家来说 就是 他以前可能要熟悉两套系统 然后来编写不同的代码 来完成完成完成不同的教步 像现在你给数据科学家提供的是一种 统一的接口 他可能只他只需要通过PASA 这种统一的接口来 这种统一的接口就能够编 都能够完成我现在 现在以前需要两套系统 才能完成的工作 可以极大的提高数据科学家 他的效率 就是底层的 就底层的架构的服务 主要还是为上层数据科学家 可以提高他们的 提高他们的效率 另一方面就是说 刚刚我们也提到PASA 他的价格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他可能在稳定性方面 在数据的扩收容方面 可以带来更大的 可以带来更好的稳定性 也是刚刚Vincent介绍说 在用卡不卡的问题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数据的开架 遇到数据的不可读的这种情况 当然这种场景 对PASA SPARK这个场景 它是一个很大的场景 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 可以提高的部分 一个部分是说 我们现在只是用了 event time来做一个index 就是可能缺少一个二级存储 可能缺少一个二级的index 如果有更丰富的index 那我们可以把查找做得更高效 对这个解决 比如我们一方面是说 在PASA这一层 我们可以 我们再做一个二级索引的 二级索引的这样一个PIP 就是可能是近期会推出给大家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在 刚刚介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项目 叫Cloud Overloader 就是我们希望把PASA的数据 把它从PASA搬到二级存储 里面去的时候 把那个分片在搬的过程中 就直接把它搬成列存的 这样的话 对底层的 对对你上层的应用 你是你是可以无感知的 就是我 我我还是通过PASA来拿到它的Metadata 然后拿到Metadata以后 我可以看这个分片 它是不是落在二级存储里面 如果是落在二级存储里面 那我就用Cloud Overloader 用列存的方式来访问这个存储 可以提供你提供更高的更高的并发度 如果是它是落在 还是落在 还是落在PASA的broker里面 或者是落在Bookkeeper里面 那它还是一个航存的模式 那这样的话 它以它还是用PubTub 或者是用航存的用航存的方式来直接读取数据 这样的话它可能带来更低的延迟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用户可以不关心底层的底层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PASA在Metadata这一层就已经为你做好了挑选 做好了牛的 做好了一个分发 就是老的数据 我就读 我就读后边的 读后边的Outloader 读后边Outloader Outloader Outloader搬过去的一个列存 然后对新的数据 我就 我还是通过PASA来读取 在Broker里面 或者是在Workkeeper里面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这个方面 这个方面做的 在Klomoloader这个方面可能做的 这个事情可能比较简单 複杂的一个事情是说 还是在Outloader这一层 然后做Schema的一个打通 就是我们在这层也需要 比如说你存成Packet模式 那Packet模式 它的Schema需要跟PASA的Schema 就有一个打通 PASA的Schema又需要跟Spark的Schema 有一个打通 这样的话主要是三层Schema的相互打通 这个工作 Klomoloader这个工作已经完成 就是Schema这个工作 是还在做的 还在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预计在 在下次PASA Summit的时候 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分享更多的进展 在这方面我们对Spark 对Spark是有电脑支持 然后对Flink也有相关的支持 我们可以在11月底的时候 Spark是11月底 在PASA Summit上 为大家分享更多的这块的进展 我们从PASA这块来说 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PASA它是一个云原生的一个架构 可以满足在牛系统 在消息系统这个领域 这个处理领域里边的一个统一 存储的一个需求 然后这个需求 它是由 它主要是由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一个分层和一个分片的架构 是它的系统架构来决定的 同时在PASA这个方面 我们在PAPSAP这一层 它提供了一个 它提供了更丰富的接口 可以更 可以让你的数据的并发度变得更高 让你的实施数理变得更实实 在Segment这一层的话 我们提供了一个绕过broker 来直接读取底层存储层的一个抽象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你的 对你的P处理 你的并发度可以变得更高 特别是我们在2G存储里边 可以把你把一个Segment 搬成一个列寸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对你的Batch的处理 会变得更高效 然后PASA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抽象 然后PASA和Spark一起 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 统一的统一的数据的处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这一页Segment主要是我们在 跟填层金融合作的过程中 然后涉及到的几 涉及到的开源项目 第一个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把卡不卡的数据 导到PASA的一个Connec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主要使用的一个PASA Spark 这样一个跟Spark一个交互 一个交互的项目 然后除此以外 我们也分享 我们也在Medium上有一篇文章 然后讲这个实现 就是大概是把我们今天的分享 做了一个更详细的 更详细的一个文字化的一个讲解 然后这些slice是我们在PASA在PASA社区的一些沟通的渠道 我们有PASA的有PASA的网站 然后有Apache PASA的官网 然后有Twitter Slack 然后有MyList有Github和Medium 同时我们也有三个微信的公众号 也有两个微信的公众号 第一个是PASA的公众号 然后下边的右下角这个蓝色的是我们公司的公众号 大概都是围绕着PASA的最新进展 围绕着PASA的案例来跟大家做更多介绍 然后左边左下边 这个机器人它是一个我们在维护的一个 就是它可能维护了更多是PASA的一些微信群 微信群的一个交流 然后现在我们微信群 大概有四个微信群 每个微信群里边也有五百 也有五百个人 也有它都一个五百零的上线 所以说分了不少的微信群 但是slice它是一个总体的 slice里边现在大概有2000多位 2000多位PASA的开发者和用户 多谢大家 这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 然后刚刚也提到我们PASA Summit 我们在10月底会有一个PASA Summit的活动 然后这个我们是在今年6月 今年6月的时候 然后举办了一场PASA Summit 这场Summit主要是针对欧美的客户 欧美客户讲他们的案例可能会讲得更多 然后在10月底的PASA Summit 我们可能跟大家主要会有更多的在亚洲 在国内的客户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PASA Summit 来临时课程演出生 感谢Visent和佳哥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提问 好的 可能问题 我提一个问题吧 Visent可以再聊一下 在选择在PASA做技术选行的时候 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 对 好呀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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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的分享 其实我听了很多次 但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收获 我觉得还是有更多的 出发出我现在更多的想法吧 其实包括刚刚说的 就是segment time 在以时间为维度去切 这个segment的大小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碰到一些 就是对用户操作型的数据 我需要按照 session 所谓的session是逻辑上的概念 然后落库落表 然后用于数仓的行为域的开发 OK 这个我觉得可以线下我们offline 在交流 事实上 对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最早其实我们接触到PASA的时候 也是在选行 可能不像于很多其他公司 已经大部分在用了默认了 这个就用卡卡去做 那事实上我再来加入我们的公安公司之前 也是大量的用卡卡去做 然后甚至有一些工作 此前是围到如何将卡卡去做 容器化 然后因为 大家可能知道下一步 是云远生的一个浪潮过来吧 所以我来这个公司之前 也是定了大量一个规划 所以大量的工作 都是往的云远生方向的去做 那包括我们现在内部 已经完成像是吧 我们大量的服务 已经都往KPAS上去签 那在这一块呢 事实上消息中间一直 一直还没有动 实在于我觉得可能原先的 卡卡的设计 存储跟计算绑定来讲 它并 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并不是非常优雅的 能够满 我觉得嵌入我们原生的一个理念里面 所以像这一块消息中间 包括其实不只是消息中间 包括我们的大量的 ATHawk的查询的计算引擎 包括我们的PIM的计算 和实时的计算等等 我们都在想过 这些选行是否能够满足 我们未来云远生的需要 所以基于这一点 其实我们最早就看到了那个Posa 然后当时跟师傑在家 我们也深度的交流了以后 我是觉得这个选行 应该是没有错的 而且其实除此之外 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最早的benchmark等等 出去上看下来 我觉得用Posa可以极大地降低 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开销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稳定性能够让我们 因为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在大厨的时候 很多流量一下子 这个尖峰流量进来的时候 我们大量的运维人员 是需要随时的stand by 所以这类的工作 事实上我刚刚 其实很多小伙伴 也听到了大家的分享 它原生的架构 它的这个架构理念 就很 我觉得很 很轻而易地地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总体而言嘛 我觉得可能 当然我们现在 其实对我们今天这个talk来讲 背后刚刚家也介绍了 接受到的 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特别是存在于我们现在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使用过程当中 Streaming这个pipeline 没有任何问题 我甚至觉得可能 甚至它 我们用下的体验是可以 比卡卡会更好 因为至少我们的整个 整个稳定性 我们是至少就保障的 然后呢 以及这个 这个poc背后的理念 其实现在存在 就是在batch layer 在我们的离线计算这块 确实像刚刚家提到了 我们如何去提升 我们这个离线计算的效率 因为我们缺了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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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 此前我们的这个poc 社区 其实大家在带领下面 也在做这块 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 值得可欺的一个很大的feature 对 大概就这些 好的 谢谢Vincent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关注 我们11月份 举办的open 那个 poc summit 也是2020 那要不今天先到这吧 好 谢谢Vincen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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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